国防双部长在14号首日的部长纪念会 就与美国高层官员做双边会谈 行政院政委继经贸办总谈判代表邓正中 15号指出 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双边会谈时 两人都对今年让台美经贸互动 取得重大进展相互感谢 并满意双方谈判人员的工作表现 且彼此同意 要加速推进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二阶段谈判 我们都同意 我们应该各自回去鼓励我们的谈判人员 继续持续他们的工作 尽快的就内容达成协议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们希望他们尽量快 那什么时候可以签署 我们并没有定出一个期限出来 我们并没有定一个期限说 我们什么时候一定要再签署 不过我们鼓励我们的谈判人员 加速他们的工作 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 国发会主委郭明欣则是透露 自己与美国国务院次卿 费南德兹做双边会谈时 费南德兹谈到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台美避免双重克水 进展都很顺利 且费南德兹还主动提出 希望与台湾在第三国展开合作 我大概回应就是说 如果从产业端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的这个包括中央电信 已经跟有一些东南海国家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 有谈及了5G的一些相关合作 等等一些情况 那可能可以 这方面的合作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去 因为他特别提到了几个领域 一个就是电信 5G的电信 还有医疗的部分 还有绿能的部分 所以我们双方也针对这几个部分 做了一些广泛的讨论 可能双方怎么做合作 然后可以扩展到第三国 至于台美避免双重克水进展 邓振中则回应 国内主管机关是财政部 我国财长钟翠云 在参加APEC财长会议时 有很好的机会 与美方充分讨论此事 相信他有权力推动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谢嘉欣 在美国旧青山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